这一天 在竹果市西侧一个角落里 考古人员发现三件七盒 人们聚了过来 目不转睛 嘖嘖称奇 原来 七盒中排列永续 光彩夺目的物件 是金器 其中一盒装满了马蹄金 中间常对焦摆放的是罕见的零纸金 另外两盒是马放整齐的金饼 每盒都超过八十枚 这个有险驱逐 不对的 驱逐后 再来骑骑 这边 别收拾啊 好重的 好重的 来人 放地上 往那边 往上边 再过去一点 再过去一点 因为这是目前为止 在我们所发掘的所有汉木当中 出土黄金量最大的一所木 我觉得是现在的关系 在我们所发掘的主事 是否也不懂得有利 现在我们尽力已经有底传 对於某些手术 是需要的 水据 不必能不能收到 素晶 就是 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通俗地说 马蹄金 磷纸金 就是汉武帝时代象征祥瑞的特质纪念笔 常常用于赏赐金信或功臣 刘鹤虽然是武帝之孙 但爷孙之间应该从未蒙面 这些皇家专属用金又从何而来呢 陕西茂陵 及汉武帝刘彻陵 在所有西汉地陵中 它的体量最大 周边还有众多陪葬物 人们只知未经 获取病陪葬茂陵 却很少知道 最大一座陪葬墓 是李夫人墓 李夫人生前并非皇后 却享有盛色皇后的待遇 实在 武帝曾经听到一首动人的歌谣 北方有家人 绝世而独立 一顾清人城 再顾清人国 宁不知清城与清国 家人难再得 武帝好奇 寻来一见 果然是多才多艺的国色天香 于是 把它发展成 备受宠爱的李夫人 他也成就了 流传甚广的两个成语 绝世家人 和清国清城 在这些很多个 他曾经喜欢过的 后宫的女性当中 无疑李夫人 是他最喜爱的 这方面可以从 他生前的时候 汉武帝对他非常恋爱 看出来 但更多的 可以从李夫人去世之后 汉武帝对他态度上 能看出来的 汉武帝在李夫人去世之后 就是把他按照 相当于皇后的礼节 安葬的 汉武帝这个墓 坟丘和李夫人的坟丘 两个呢 一个在东南 一个在西北 当时汉武帝呢 就等于是把皇后的位置 给他 本来那是皇后的 这个墓葬的位置 他把李夫人埋在那了 而皇后还活着 你说这当时 位子夫会怎么想 他自己太喜欢李夫人 破坏了规矩 李夫人 给汉武帝 生下一个儿子刘伯 正可谓前途无量 却无奈红颜薄命 香消玉云 《哀痛》中的汉武帝 情真义切地写了一篇 《李夫人妇》 《乌乎哀哉哉》 想魂灵溪 这种对李夫人的思念 很可能让幼子 留伯得意 他除了获得一片 富饶的封地 和昌义网封号外 大量的金银财宝 是绝不会少的 若干年后 这一切都传给了 他的儿子刘鹤 刘鹤当皇帝的时间 虽然短暂 但太后却保留了 他所有的财产 包括大量金玉财宝 直至带入坟墓 2015年12月20日 星期二期 准备开启主观 一般来说 越接近墓主遗体的随葬品 越是他生前珍视的 也最有可能 留下墓主人的直接信息 在清理了主观周围的淤泥之后 专业人员进行数据扫描 保存主观开启前的原始数据 这是开关前最后的准备 考古人员先撬开一道小缝 把包裹好的木棍 横插进盖板下方 然后进行整体保护性提取 主观的关板 被16个绳结牢牢固定 随着起重设备 慢慢上升 再叫一个上去 到时候这个叼上去以后 它那个方向 让它有一致才行 让它掰着斜着放到那儿不行 所有人都默默期待着 绑底下来就叼起来 我就绑底下来 主观露出一道缝 人们伸长脖子望进去 里面模糊一片 直到关板完全打开 才发现 这座主观分内外两层 内外观之间 又有大量随葬品 一件圆形几盒 里面一定存放着木主人的真爱之物 一声惊叹 人们又看到漆盒中整齐马放的金器 又是一匹马蹄金 磷纸金 和金饼 接着 还有金板 这可是中国汉木考古中 首次发现 由于关内遗存 挤压严重 这枚马蹄金 深深溅到旁边的积核里 而这枚小马蹄金 干脆寄进 另一枚大马蹄金内 经过称重 证实大马蹄金 重二百六十克 小马蹄金 重四十克 磷纸金 在七八十克之间 金饼标准统一 每枚重于二百五十克 二十块金板的重量 都在一公斤左右 它们让一毫木出土的 金器总量达到七十八公斤 超过全国汉木 所有已出土金器的总和 这难免令了瞎想 刘鹤曾经是怎样一位 交涉引逸的诸侯王 皇帝和列侯 今天的山东省何则是巨野县 就是西汉昌义国国都所在地 两千年前 这里物产丰富 交通发达 商业繁盛 还有发达的野铁业 富家一方的刘鹤 难免年少寄生 随心所欲 在考古现场 专家们期待的历史线索 逐渐汇聚起来 他们发现一件铜顶上 刻有昌义吉田铜顶 荣石斗 重细八斤第一 昌义不就是昌义国吗 吉田 是指每年开春 统治者以夏天金耕的方式 劝导农民辛勤劳作 以获丰收 几义国 几乎同时 在一些精美的奇迹上 又出现了昌义九年 昌义十一年字样 只可惜 所有昌义字样后面 都没有注明 是那一任昌义王 好在昌义王只传了两代 为父刘伯在位十一年 为子刘鹤也在位十多年